歡迎收看《捷失新聞》 我是徐進逸 立法會經過近七個小時辯論 異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 審議修正案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予以異讀 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籍議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今早加開特別會議 務求一日內完成三讀23條 不同黨派議員發言都支持立法 又形容是光榮任務 有人提到若果2003年成功立法 相信不會出現2019年的社會動盪 李榮中報道 我相信各位第七屆立法會議員 對能夠參與這項歷史的重任 都感到十分光榮 立法會早上9點召開大會 恢復二讀辯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經過詳盡的審議 肯定條例草案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能夠按普通法和法治原則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社會上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分子 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權力兩者之間 已經取得一個合理平衡 如果我們2021年立法會議 2014年我相信我們不會出現了79天的佔中 那個佔中運動雖外媒美化為一個雨傘東西 其實已經是一些外部勢力在香港搞出來 然後2019年更有核人聽聞的暴力行動 想推翻政府 想分裂香港出去 這次的國家安全立法 比起我21年前的時候處理 是肩負更大的責任 本人深信條例草案已對國家的重託 忠於有所交代 亦對國際社會交出一份讓人信服的行為標準 有議員就希望市民明白 立法不是打算隨便地拘捕市民 無需要過分擔心 在任何的政府要動用國安法 其實是一個極少數的情況 亦都可以說是最不想出現的情況 因為是一件很丟假的事情 有用我們國家的體面 亦都傷害了民族的精神 不同的議員都說經過連日的解說 不同的業界、外資企業都能夠理解 立法是不會影響與香港的正常交流 有線新聞李榮中報導 立法會議員相繼發言支持立法 由議員用英文或普通話發言 希望被不同界別了解立法 黃俊軒報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二讀 89個議員裏有88個人申請發言 立法會主席依照慣例不發言 據了解議員已經協調發言的內容 避免重複 他們全部人都支持立法 表達角色其色 履行憲制責任進入了最後的衝刺階段 我在此完全支持 粉身碎骨地支持這個條例的草案 現在雲霧已散 大家亦都是時候放下心中矛盾 同舟共濟 重拾不屈不撓的拼搏精神 今天我們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為我們的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生活條件 由熱源分享自己的遭遇 我來訓練練員的時候 他竟然睡覺 打遊戲 聊天 還有什麼 背著我 然後教完他之後 他寫了評語 為何要用何君堯來教 不是表面道效 是要道心入腦 然後才會令到我們的新青年 有它的質感 有常用廣東話發言的議員 這一天都轉換頻道 國安、港安、加安、仁人安、高智、高校、落實23條 個別的議員就帶上自製的標語開會支持立法 有線新聞黃俊軒報導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完成23條立法是傳賴各界共同努力 將同港區國安法銜接 構建更完整的維護國安體系 條例草案既是香港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 亦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展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的相關工作所交出的功課 不僅建立了一套準確、完整地落實基本法 第23條 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規定的條例 更加一步是能夠有效應對香港特區 現在和未來可能面對的情況 以及回應市民大眾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訴求的法律 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並訂立之後 將會與香港國安法緊密銜接、兼容和互補 在特區形成一個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 據了解立法會各黨派已經協調 會議廳長期要保持至少六七成議員在席 議員每次休息時間不得多於一個小時 離席太久會收到提示 立法會外保安明顯加強 出入口有警員帶同警犬駐守 着有防刺背心的警員 在正總立法會一帶巡邏 警方亦出動劍使副裝甲車和多架警車戒備 觀望聯署局議息結果 港股反覆下跌 行指最多跌過245點 跌穿10天、20天和100天線 是收報16529點、跌207點 成交速減至906億 是三個星期以來最少 不過北水連續24日加倉 剩買入近70億 新經濟股拖低大市 科市跌近百分之二 九成的成分股向下 騰訊派成績表支的前夕 股價以全日最低位收市 連同美團和阿里巴巴都跌百分之一 有傳理想的新車訂單未如理想 成為最弱勢藍醜 連跌四日累計跌一成半 其他新能源車股都下挫 若明康德業績指引令人憂慮 股價失手40元關口 若明生物繼續破底跌半成 見超過6年低位 日本央行17年來首次加息 結束實施8年的負利率政策 央行行長直田王楠表示 會暫時維持寬鬆貨幣環境 未來加息部分取決於通脹和經濟 消息公佈後 日元匯價反而剩弱 對每美元曾經跌穿150 吳敏方報道 負利率正式成為歷史 全球唯一仍然實行負利率政策的 日本央行以7票贊成 兩票反對決定將基準利率 由負0.1利上調去到0至0.1利 是2007年2月以來首度加息 並同時取消知識曲線控制YCC 和停止購買日股ETF 和房地產信託基金 但是會繼續購買國債 央行行長直田王楠說 已經確認工資和物價之間的良性循環 負利率和YCC政策已經完成任務 未來將會以引渡短期利率 作為主要政策工具 他又說未完全肯定通脹能不能持續達到2%的目標 所以與其將會暫時維持寬鬆貨幣環境 未來的加息步伐取決於通脹和經濟 日元匯價在議息會議後走弱 對每美元一度跌穿150 日本央行在2016年實施負利率 鼓勵銀行增加放大、刺激經濟 並衍生大量的吐息交易 投資者借入低成本的日元 再買入其他風險資產 今次日本息口轉向 令市場關注日元拆倉 可能會造成環球資產市場波動 但是梁偉民認為 美日息差仍然很闊 短期內出現拆倉潮的機會很低 有線新聞 吳銀方報導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展開今年全國兩會之後 首次地方考察 昨日到湖南長沙 了解學校紅色教育 由其一間為全球供應 李梨子電池材料的 中外合資企業參觀 認真與報導 習近平在湖南長沙考察調研的第一站 去到湖南第一師範學院的 成南書院校區 重點了解學校用好紅色資源 堅持立德樹人等等的情況 期間有與師生對話 學院數有千年學府百年師範的美譽 前身是南宋理學大師張式創辦的成南書院 1912年改名為湖南公立第一師範學校 很多名師都曾經在執教 學院亦被譽為中國革命的紅色耀藍 除了是毛澤東母校 亦曾經培育出蔡和森、任拔時 李維漢等等的革命先輩 習近平第二站去到巴斯夫燦燦電池材料有限公司 重點了解當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等的情況 巴斯夫燦燦是德國化學公司巴斯夫 和中國企業參加在2021年共同成立的合資公司 專注於李維漬電池材料的研發和供應 是全球李維漬電池材料主要供應商之一 產品被廣泛應用於電動汽車、電腦、手機、 大型儲能電站等等的領域 有線新聞 寧鎮宇報道 回來新聞時間 青山公路元朗段近拗頭交匯處 有架空電艦塌下來 擊中一架小巴和狀偉兩師登柱 沒有人受傷 網上片段看到電艦橫攔鑽住 通往元朗市中心的行車天橋 交通一度遭阻 中午大約12時半 消息說當時有工人在一處山坡電塔 維修隔空電艦 期間電艦鬆脫 跌落對開的青山公路元朗段 擊中一架小巴 電艦被拖行 擊中兩邊登柱 中電梅英說 承辦商當時正是更換電艦 期間一條沒有帶電的電艦下墜 影響附近另一條供電電艦 68戶供電一度受影響 政府聯同旅遊業議會 舉辦深度游行程設計比賽 選出六條最受歡迎道士 包括走訪沙頭角 沙田梅子林 港島高階鬼屋 和元朗達德學校 比賽有135間旅行社參加 圍繞綠色生態油 文化風情油 歷史深度油等六個主題 設計大約700條路線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 雷法局會上載得獎路線到網站 沒有興趣參與行程的旅客 直接報團參加 路透社引述消息說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在5月訪話 中俄官方都未有回應 普京高票連任 美英和歐盟都批評俄羅斯選舉不公 美方又說沒有聽過俄方提出 以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交換美國人 盧曉珊報道 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10周年 首都莫斯科紅場有大型音樂會 剛剛高票連任的總統普京出席 他形容克里米亞回歸 就好像航空母艦回去武港 相比之下在特別軍事行動當中 兼併的四個烏克蘭地區 重回祖國的路顯得更加艱難 但最終都成功回歸俄羅斯 從此並肩前行 普京又說俄羅斯連接烏克蘭 三個主要城市的鐵路服務已經恢復 日後會擴展到克里米亞 成為克里米亞大橋之外 另一個交通選擇 普京在總統選舉當中的三個對手 都有上台站在他旁邊 相信是顯示團結支持 他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三個人那時說 要在防衛、科技、經濟等方面 繼續合作、團結國家 又說各方願境一致 由哪個政黨提出主意不重要 最重要是達到目標 歐美多國批評俄羅斯大選 不公正、不民主 美國批評普京封鎖政治空間 囚禁對手 結果一早已經被指定 沒有公平公正可言 對於普京聲稱反對派領袖 納瓦爾尼撤死前幾天 已經答應與西方交換囚犯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 從來沒有聽俄方提出過 有線新聞陸曉珊報道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布林肯會見菲律賓外長 進入中非之間的涉海問題 更不能為菲律賓的非法署商 暫台背書 沒有露面三個幾月的英國凱特王妃 首次被民眾拍攝到他外出救物 凱特和威廉王子近日到溫沙一個農場的商店 他們拿著救物袋走出商店的情景 被民眾拍下 凱特面露笑容 精神不錯 他上一次公開露面是去年12月 皇室其後宣布他入院做腹部手術 復活節前不會出席活動 恆生頓宮最近發布凱特和子女的合照 被發現曾經撿過一張照 令外界更加關注他的健康情況